欢迎大家收看中国财经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中国的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面临库存过剩和产能过剩的问题 因为汽车需求降温 新扩展的独自旅行者计划是什么 香港将如何受益 中国饮料巨头宗庆后去世曾击败达能 随着公共支出超过收入 香港是否应该审查资金去向 请大家收看 中国的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面临库存过剩和产能过剩的问题 因为汽车需求降温 南华早报 根据分析师的说法 中国的电动汽车EV电池市场面临产能过剩和价格战的问题 导致二三线制造商亏损 中国对EV的需求正在降温 导致库存清理 一些较小的制造商可能会被挤出市场 而较大的公司可能要等到2025年才能引力 中国在全球EV电池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 但由于供应过剩 2023年里和电池电池的价格暴跌 中国电池电池的价格 今年可能会进一步下降10%至15% 新扩展的独自旅行者计划是什么 香港将如何受益 南华早报 北京将允许更多内地游客前往香港 此前该是已扩大了一个独立旅行者计划 该计划最早在20年前推出 旨在帮助这个金融中心从非典疫情的经济冲击中恢复过来 2003年7月的首次尝试 允许特定内地城市的居民以个人方式 而不是团队旅行方式访问香港 这一举措推动了经济和旅游业的发展 但也引发了争议 当局周五宣布 该计划将于3月6日再次扩大 首次允许青岛和西安的居民前往香港 本文将审视该计划的发展 并评估其是否会再次产生强大的经济影响 中国饮料巨头宗庆后去世 曾击败达能 彭博社 中国饮料品牌娃哈哈的创始人兼董事长 宗庆后去世 享年79岁 宗庆后的一生 与中国从贫穷的农业社会 转变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过程相似 1978年离开农村公社后 宗庆后于1987年 接管了杭州的一家小店 并创立了娃哈哈 使他成为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 2007年 他与法国食品巨头达能发生争执 两家公司解散了长达十年的合作关系 最终达能屈服 宗庆后于2012年成为中国最富有的人 然而 随着市场变化 公司的收入下降 随着公共支出超过收入 香港是否应该审查资金去向 南华早报 根据数据显示 过去十年间 香港政府支出增长的速度 几乎是收入增长的三倍 导致该市财政储备可能降至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香港财政储备在2018至2019年达到了1.17万亿港元 约合1500亿美元 预计到2023至2024年 将缩减至约7800亿港元 相当于12个月的支出 为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透露 它将要求所有政府部门削减1%的支出 增加公共服务费 并通过加强与中东和东南亚国家联盟 东盟成员国的合作等方式 扩大经济规模 一些补贴 包括统一交通费补贴 长期以来一直受到过于慷慨的批评 政府在社会福利 教育和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 总计约占经常性支出的60%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几则有趣的新闻 让我们来一起看看 首先 我们了解到中国的电动汽车电池制造商 面临库存过剩和产能过剩的问题 随着中国电动汽车需求的降温 市场上二三线制造商开始亏损 甚至有可能被挤出市场 而较大的公司也需要等到2025年才能盈利 虽然中国在全球电动汽车电池供应链中占据主导地位 但由于供应过剩 预计2023年 锂电池和电池的价格会大幅下降 这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个好消息 电动汽车的价格可能会进一步降低 另一方面 香港将受益于新扩展的独自旅行者计划 这个计划最早在20年前推出 旨在帮助香港从非典疫情的经济冲击中恢复 计划允许内地游客以个人方式 而不是团队旅行方式访问香港 推动了经济和旅游业的发展 此次计划将再次扩大 首次允许青岛和西安的居民前往香港 我们将密切关注这个计划的发展 看看它是否会再次给香港带来强大的经济影响 接下来是一则关于中国饮料巨头 宗庆后去世的消息 宗庆后是中国饮料品牌 娃哈哈的创始人和董事长 他的一生经历了中国经济的巨大变革 宗庆后在1987年接管了一家小店 并创立了娃哈哈 使他成为中国最富有的人之一 他与法国食品巨头达能的争执 成为了业界的佳话 最终宗庆后成功击败达能 成为中国最富有的人 然而随着市场变化 娃哈哈的收入也开始下降 我们可以说 宗庆后是一个传奇人物 他的一生见证了中国经济的崛起和变革 最后我们来谈谈香港的财政问题 数据显示 香港政府的支出增长速度 几乎是收入增长的三倍 导致财政储备 可能降至十年来的最低水平 为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 香港财政司司长将要求所有政府部门削减支出 增加公共服务费 并通过加强与东盟成员国的合作等方式 扩大经济规模 这些举措可能会引发一些争议 但香港需要审查资金去向 以保持财政的可持续性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我相信大家对这些新闻都有自己的看法和想法 欢迎大家参与讨论并提问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